那我們自己的例子是這樣子 我們六、七月的時候 我們內湖的那個慈激的案子 連續開了五、六場的說明會 我們非常需要有公民記者來 那因為我們這些老老父父都不會攝影 不會這個、不會那個 所以我很希望 然後我們也願意付費 可是我們找不到人 那所以我今天要提 我現在提的這個問題的重點是說 是不是你們這邊可以嚴禮一下 有沒有一個可能是一個付費的機制 其實我們這邊是有去思考一個 思考一個算是喬接的平台 那有沒有付費是另外一回事 那重點是我們有一個平台上 有直播需求的單位 然後去那邊張貼訊息 然後讓那個有能力做直播的公民記者 或是直播主他去認領 然後那個 那認領之後我們 我們會知道誰去做哪些直播 然後我們會 就等於我們也 我們這邊同時也會知道什麼 什麼世界會有直播 那我們這邊也可以去推廣 那甚至就是我們會再跟 去做直播公民記者去跟他做 那個 事後的技術討論 幫我拿一下 欸不好意思 我 你可以幫我拿下來 走 好 我想要 你剛剛說老老父母 我覺得我的年齡跟你相當 那我曾經去過那個主婦聯盟去 講一個鐘頭 就是說做公民記者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我當時的感覺我在大概是五年前 是很積極的投入這個環保記者的這一部分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我希望 因為我花很多時間到不同的社團去做報導 那我覺得說應該每一個團體 每一個有要做抗爭的團體 都應該培養他們自己的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不是很困難 我覺得這真的不是很困難 你看我的年齡我也是老弱婦女啊 那我常常在那裡面寫說 好奇寶寶是帶著鋼盔去做 因為其實我不是那麼懂嘛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所有的想 你真的對政府 你對你你受的委屈 你真的要拿起這個學習的這個毅力 來去把它學起來 那我真的是希望所有的這個公民團體 都能自立自強 不要靠公民記者 就這樣講 謝謝大家 其實就是社務卿為什麼要繼續辦所有活動的目的 當然我們已經有突破一定點亮的人手 但是公民很忙還有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也希望培訓更多的記者 那不是單人記者 我們也希望每一個NGO都有這樣的人 那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發現現場沒有記者 或者沒有公民來 其實有時候是管道的問題 因為我們長時間的 已經我們的媒體管道 被某些的財團政黨被控制 那也是為什麼之後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已經解釋了成功案例 不是啦 就是我們試試看的一個狀況 就像之前的著作權 現在才能承擔的部分 因為透過我們的Push 這些公民記者跟公民 真的就去關心這些事情 那這才是我們希望未來可以看到的 我們的月子寫下 我再回一下好不好 那個其實剛剛 因為我剛剛看你們要 那個三角形裡面有一個就是 相當於是沒借這個公民記者 可以去那個長營這樣子 我看的是很開心啦 因為我的困擾就解決了 只是說我剛剛提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畢竟有一些人真的不像 大姐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像你這樣子 認真去學這些事情 那因為我自在推動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說 我也知道我們這個團體需要有一個 需要有人能夠自己出來做 可是真的是沒有人 但是我們有人願意付錢 就是說他願意把他的時間 拿來做別的事情 而不是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也會覺得說 雖然說彈錢是一個蠻傷感情的事情 可是真的有些時候 就是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至少這個公民記者他也不用 如果他假設他一個月跑了20場 然後他就都不用吃飯了嗎 對我覺得這個就已經是另外一個議題了啦 對這是一個另外一個議題啦 我只是希望說 你們是不是在下次 就是說你們在內部在討論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開出有一個小的路 是有一個這樣子的機制 那因為這位大姐提到的是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現在那個傳統媒體 他覺得他跟公民記者的媒體差別 就是他是有零錢的 然後他覺得他自己比較專業 那我們在推廣公民記者的培訓的 這個概念裡面 是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業餘的時間 然後很多人集合業餘的時間 去集體做一件專業的事情 那個如果 那但是有些人 他自己比較有能力去投入比較多的時間 或是他可以產出比較好的新聞內容 那時間久了以後 他會有自己的公信 或是建立自己的評判 那到時候他有可能 就是有某一個形式 讓他可以依賴這個專業 去讓他賺錢過生活 那他如果可以 那如果有這個能力的人 他全職去投入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他就可以帶來更多更好的報導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其實也是在我們未來的規劃其中一部分 但是現在在這個課程巡迴的這個專案裡面 還不會去提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最基礎的事情 就是大量的培養很多人在做直播跟記者 你怎麼知道 我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我覺得可以做一個方法 是說你們有沒有外圍的聲援者 就是其實現在蠻多的人都是那種 他可能長期會跟幾個運動 然後他是比較外圍 他會來現場 他可能來像就是一起幫忙舉牌 或喊口號 那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maybe你們就可以嘗試找一些志工 或是培養他們去寫 因為公民記者 你找公民記者來 他不見得對你的議題真的這麼長期的關心 其實我覺得那也不見得真的是一個好事 那最好的應該會是說 他對這個議題也長期關心有興趣 那你們可以問問看 就是你們一定會遇到一些熟面孔 就是每次一些行動的時候他們就會來 那其實可以跟這樣子的一些朋友 就說未來有沒有可能是說 以後你來擔任一起幫忙做傳播的工作 或是來拍攝 然後讓他們去學 因為我覺得外圍的聲援者其實是一個 運動團體常常沒有時間去想 什麼組織的一個群體 那如果有辦法是讓他們也嘗試做 比來喊口號更積極的事情 其實某種程度會是一個你組織他的方式 因為公民記者來真的 他領的錢 他只能做的就是跟官報媒體一樣 來幫你寫 來幫你錄 可是他不見得可以問出一些很深入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報導也是很深入的 其實還是讓他長期更多 因為其實議題的總類跟案件實在太多了 然後就是任何一個很厲害的記者 他也沒有辦法總說的議題 那如果要讓你事件被做一個比較完整 然後比較專業的報導 最好的方式還是團體內部的人去做 但是團體內部的人有可能他沒有辦法 有足夠的時間完成這一次 就是變成以內部的人的來訪內容為主 那外部的公民記者就是做一個補助 好 那再次問他還有其他的問題 好 這邊